爱因出狱,谢长江却入狱了,把他送进去的,不是别人,是他自己。 谢长江机关算尽,最终还是失算了,他低估了他的两任妻子。 可惜,谢长江直到被判刑十年都不懂,前妻江南为何要帮着现任爱因,联手送他吃牢饭? 前友方太太被丈夫推出来做替罪羊,不堪其重自杀了,是为寒心,害怕,绝望。 后有谢长江知法犯法,设下圈套,毁了爱因的身体,又陷害他为自己顶罪,毫无人性。 爱因被拘留后,闺蜜小英跑前跑后联系大律师,数次为爱因争取取保候审。 大英自身都难保,还拿出二十万为爱因凑钱保释,英冲更是一次性拿出五百万。 由此对比谢长江的行为和态度,特别讽刺。 李英南不知内情,提出谢长江作为爱因的丈夫,是不是可以拿出五百万为爱因取保候审的想法。 殊不知,这一切都是谢长江的阴谋。 谢长江故意对外宣称自己刚从国外回来,对爱因被抓之事一概不知,拒绝媒体采访, 对大英小英视而不见,照就去户外打球,不惧英冲的质问。 谢长江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,却不知,爱因早就预测了他的预测,也为自己留了后路,因此给谢长江带来致命的反击。 就算知道谢长江出轨了,知道谢长江对自己没有爱,只有利用,爱因依旧想要他好。 毕竟谢长江还是孩子的爸爸,爱因从没想过对他下狠手,这一次,爱因是被逼到了绝路。 英小美两次为爱因争取取宝候审,都失败了,这其中一定有人,在暗中使坏,也一定是谢长江。 不是你死,就是我亡,其实爱因一直在给谢长江机会,可他从未再出现过。 既然谢长江那么冷血,无情,执意要置爱因于死地,那么,爱因就不值得为他牺牲,就要拿起自卫的手段。 当所有人都以为爱因保释无望时,爱因淡定自若地给英小美一串数字,让他去找江南。 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九,是被打乱了的一组数字,是江南女儿江小白的生日,九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九。 不愧是当初靠算计嫁入谢家的女人,江南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 原来,前不久谢母被刘芳勒索,爱因帮她解决这事时,就不好了一部暗棋。 爱因让江南,跑腿给刘芳送钱,给江南的报酬是一张照片。 而那张江南,江小白,刘芳合照的相框里,藏着一个U盘,U盘的密码是江小白的生日,U盘的内容是能够击垮谢长江的重要证据。 爱因是江南的情敌,江南整天对她冷嘲热讽的,又怎么可能真的会帮她。 但刘芳是江南的情人,爱因在谢母给刘芳的钱里,又私自加了三成,还让江南跟刘芳见了面,也算是圆了江南多年的念想。 江南当年嫁到谢家过得并不好,江小白是她唯一的希望,刘芳是照亮她黑暗生活里的一束光,也是她多年以来的心结。 如今,爱因帮江南打开了心结,江南也就欠了爱因一个人情,这只是她帮爱因的原因之一。 爱因给江南照片时说过,里面就是一堆臭,狗,是,也许你的下半辈子就靠这堆臭,狗,使了。 江南爱财如命,最爱贪小便宜,而这堆能让她下半生衣食无忧的臭,狗,是,其中的价值就更不容小觑了。 这便是江南帮爱因的原因之二。 幽盘里有扳倒谢长江的证据,江南若是能拿着去威胁谢长江,势必会换来一笔巨款,她怎能放弃这个机会。 考虑到谢长江这只老,狗,离得精明和狡诈,不会轻信他人,爱因提前在视频里给江南支了招。 怎么安全地从谢家进出,按照爱因的指示,江南依依照作。 一提婉淫和刘家树的名字,谢长江就被威胁到了,至于给他的文件,只拷贝了爱因想要给他的那部分。 不得不再次佩服爱因的头脑,不愧是精英女性,不愧是跻身于豪门阔太头部的谢太太,圆滑阴险的谢长江都不是他的对手,把人心拿捏得死死的。 江南拿到了一行礼箱和一袋子的现金,爱因的目的也达到了。 帮人如帮己,江南对谢长江的报复,则是他帮爱因的原因之三。 其实爱因也不敢保证江南一定会救他,但他确信江南一定是恨谢长江的。 否则江南不会一直阴魂不散地在他们眼前晃悠,也不会跟刘芳那么难舍难分。 所以爱因多说了这么一句话,如果你恨我,就拿真的去找他,如果你恨他,就拿真的来救我。 比起对爱因的恨,江南最恨的肯定是谢长江,准确地说,他对爱因是嫉妒。 凭什么他这个谢太太就不被当人看,爱因当了谢太太就能高高在上呢? 直到知道谢长江又出轨了,江南对爱因的敌意才减轻,原来,爱因也并不比他的待遇好到哪里去。 再到爱因被谢长江设计,面临牢狱之灾,江南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,你们这都过得什么日子呀? 对爱因生出一分同情之心。 爱因给了他这么好的一个报复谢长江的机会,还能从中获利不少,江南又何乐而不为呢? 江南当年跟网球教练刘芳好上,是因为谢长江出轨在先,最后受到惩罚的却是江南和刘芳。 江南被棒打鸳鸦,被赶出谢家,刘芳被打断一条腿,还被陷害入狱,那都是谢长江的手笔,因为他不允许谢太太给他脸上抹黑。 江南因此痛恨谢长江多年,谢长江到最后都不承认自己做的恶事,只会说是别人的错,是别人罪有应得。 这次终于轮到江南报复谢长江了。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,江南只是爱贪便宜,其实骨子里还是善良的,也是有情有义的人,所以他帮了爱因一次。 谢长江被叛刑入狱了,还不知悔改,认为自己是被逼无奈,是情有可原的,好像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家。 既然如此,谢长江为何还要暗地里耍阴谋,为何要哄骗,逼迫爱因为他顶罪? 为何不直接把事摊开来说,跟爱因一起商量? 爱人如害己,谢长江坐牢,全是他罪有应得。 爱因来探监,狠狠打脸谢长江。 即便是爱因对谢长江算计而入狱,即便是谢长江不顾他的死活,爱因还是做不到对谢长江不管不问。 因为他一直都把谢长江当作自己的家人。 谢长江若是对爱因坦诚以待,以爱因的头脑和对家庭的牵挂,他绝对不会让谢长江走到这一步,或许真的情愿为他顶罪。 谢长江的所作所为,也不是一个自私可以形容的,他那是人面受心,丧心病狂,微比阴险,没有人性可言。 爱因本来是事业型女性,为了谢长江做全职太太,为谢家生了两个孩子,还对婆婆恶语相向,被当作生育机器。 谢长江不但不维护爱因,还要榨干他的剩余价值,利用爱因从豪门阔太口中套取商业机密,利用爱因办画廊,掩盖自己的犯法行径。 谢长江泄墨杀驴,利用完爱因的生育价值和经济价值,又利用乳腺癌手术控制住爱因的一举一动,害他做替罪羊,榨干榨净他最后仅存的人身价值。 谢长江这种人,极其擅长掩饰,伪装。 爱因生病后,谢长江献出了前所未有的殷勤和贴心,做饭,喂饭,擦身子,无微不至,让人感动,差点就信了他已转信。 其实都是假象,在爱因术后昏迷中,谢长江就已经暴露了真面目。 大因,小因担心地围在爱因病床边,不知他何时能醒,谢长江则坐在旁边的沙发上,一脸淡定和冷漠,悠哉悠哉地做自己的事情,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 谢长江就像一颗定时炸弹,若是不多留个心眼,自己随时都会葬身火海。 好在爱因足够聪明,没有被谢长江的伪善所骗,他暗中录下了谢长江陷害自己,违法犯罪的证据,早就给自己铺了后路,才得以自救。